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一期视频呢打算给大家做一个新手向的一个指导视频 那么如果你是新入坑的玩家或者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进一步提升自己练度的话 我建议你好好的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看一遍 因为这是我个人玩了一年多的一个突袭之后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我尽量的能贴合不同的一个玩家做出不同的建议 所以我把这一次的一个建议呢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当然如果是一个充值或者是投入金钱特别多特别多的玩家呢 可以忽略我这个新手向的攻略因为毕竟你充钱就好了 好了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视频吧 首先这一期呢我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纯林克的玩家 那么这个纯林克呢是指你账号的发展的时候不充任何的钱 所有的东西都不买 只是根据游戏里给你的一些宝石 或者是碎片的装备来进行发展 那么这样的玩家呢其实我个人不建议你自己建号来进行林克 因为自建号的话你只能用稀有英雄这样的话发展后边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同时而且你的上限会非常的低 因为你抽取什么英雄卡你是自己是没法确定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在某宝买一个初始 那么这个初始很便宜可能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那么这样的初始呢很多人会问我究竟选什么样的英雄更好 我个人推荐的话是女武神 因为原因我也写在这个文档这个地方了 因为在非充值的条件下碎片的获取量是非常少的 需要很长时间来抽其他的卡 所以你这个阵容呢只能围绕你现在买的这一个传说英雄来进行组建 那么这样的队伍呢我们不要希望于他抽出 比如说你抽出某张卡来搭配我现在的某个人 他就能很强很强了 我觉得我们排除这样的抽卡的因素 我们只以他为核心来进行一个后续阵容的组建的话 我觉得女武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公会boss目前收益还是最高嘛 而且你的女武神无论是在公会boss还是副本还是竞技场 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哪怕是在一些副本比如说龙这样的场合 他是逆属性的 他也是能帮助队伍能够很好的一个过关 那么另外很多人可能会说败尔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他刷副本会更容易一些 还有人会说不死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比如说他能够最后能够两刀打到终极恶梦之类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首先败尔来说 他的一个游戏体验的过程可能前期会容易一些 但是你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想再往上进一步 它是一个比较难的 因为他需要别的卡来进行一个配合 那么同时不死留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没法逃到一个完整的阵容的一个号 那么这样的号呢 也是会比较的 价格也会比较的高 不符合纯林克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同时他达到的装备也比较的难 所以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戏的体验的过程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纯林克方面 女武神在游戏的一个全方位进度的提升上 以及他账号最终达到的上限方面会更加的优秀一些 那么对于纯林克的玩家来说 他有以下几个发展的一个思路 我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首先你前期所有的操作都是以能够尽快配齐 公会boss的五人组为主的 如果你这个账号里有凯尔的话 你就把凯尔升到60级 然后带狗粮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用女武神来带狗粮 虽然慢一些 但是也是比较稳定的 能够一带三的一个带狗粮的方式 同时需要注意的话 公会队伍里每个人都需要天赋 然后补全其他几个位置 因为这几个位置是打公会boss里比较重要的位置 第一个是上读的位置 那么这里我只放史诗和稀有的一个选择 上读位置呢是凯尔冰霜女妖 武僧和奥萨尔还有钢铁骷髅 那么以防止大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呢 我在这 然后右边开给大家看一下 凯尔是这个英雄 出始的时候系统会让你选择的一个英雄之一 然后是冰霜女妖 冰霜女妖我记得是不死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英雄 稀有英雄 然后是神秘武僧 神秘武僧是欧格林部落的一个史诗英雄 这也是个上读的一个英雄 接下来是奥萨尔 奥萨尔是神圣会的这个史诗英雄 这也是一个上读英雄 接下来还有一个钢铁骷髅 钢铁骷髅是唤醒者的一个史诗英雄 他也是一个上读 同时还有别的功能的一个多功能型的一个英雄 这几个上读的位置我们需要补全 另外一个降低防御的位置的话 其实有好几个可以选择的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个新出的这个墓地杀手 是一个稍等这个点错了 这个墓地杀手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他的一个破防的一个英雄 而且而且是还可以兼待一个补充上读的位置 那么另外一个是熊鹿骑士 熊鹿骑士这个正熊鹿骑士的话 应该是骑主阵营的这个史诗英雄 这个也是可以用来进行破防的这个英雄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是蜘蛛刺客 蜘蛛刺客是暗黑精灵的一个英雄 我的这个大号目前还没有 蜘蛛刺客这个英雄也是可以用来破防 同时在低一些要求低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用野蛮人的这个战争之女 这个进行破防 那么同时战争之女在竞技场 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可以配合着输出进行使用 这几个破防位置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一些英雄 给大家推荐一下 同时下一个是降攻的位置 降低攻击的位置的话 首先是泰瑞 泰瑞这个英雄是一个史诗的 是一个高等精灵的史诗英雄 我们放在这 以免大家找不着 然后接下来是佩德玛 佩德玛是恶魔之子阵营的一个史诗英雄 佩德玛也是一个减攻非常稳定的英雄 接下来可以是受人老兵 是一个很老的一个选择了 目前也有一些替代品 但是他目前还是可以使用 这个用来降攻 另外一个是新出的一个破关者 破关者是幽灵骑士的一个稀有英雄 是这个破关者 也是可以用来降攻的 同时他还有别的一些小作用还不错 另外不稳定的一些降攻 比如说哨兵 哨兵因为他是击打单次 而且概率不满 所以他比较不稳定 但是如果实在没有替代的话 也可以选择哨兵 另外一个不太稳定的是西医人的杰瑞格 杰瑞格他的一技能同样是打一次 所以非常非常不稳定这个降攻 不是特别推荐 但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 也可以进行使用 那么接下来的位置是虚弱 虚弱的话暂时在前期是不考虑的 因为和鱼人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特别是对于零科玩家来说 基本要玩很久很久之后 你才可以合成鱼人了 同时做审判任务也是一样的 那么群家防的几个英雄呢 钢铁骷髅刚才说过了 杰瑞格说过了 我们来看还有一个图腾女 图腾女应该是野蛮人阵容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野蛮人阵容的图腾女在这 也是一个家防的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家防还可以阻挡简疫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家防手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美拉队长 是暗黑精灵的一个特美拉队长 他的家防还有保护还有治疗效果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使用其他加护盾的英雄和女武神 在同一个队伍里 这样的话会互相覆盖掉他的盾 这样会影响女武神的发挥 那么第二点 我们需要以打龙之穴副本13到16成为一个起点 具体看你能打多少成 但是最低至少是要打13成的 先刷一刷附属性不错的 武器头盔和护盾这三件装备 因为这个上三件装备的话 他的一个附属性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尽可能的要刷附属性比较好的一些 上三件这个套装 同时下三件的话主要是要主属性正确 比如说要有百分比 比如说鞋子要有正确的 比如说速度是数值 其他是百分比 胸甲的话精准和抗性是数值 其他是百分比这样的 如果不太清楚的 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一个装备的那期视频 可以详细介绍装备究竟该怎么样的选择 那么同时第三个要注意的是竞技场 争取能够打第四段位 也就是青铜4 白银4或者黄金4这样的段位 能够获得牌子数量多一些 大电升级会更快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竞技场这 有不同的一个段位 我们尽量要打第四个段位 因为第四个段位 可以获得的牌子数量是比较多的 我们看第一第二个段位是或一个 第三第四个是两个 同时在白银这个地方 第四个段位是能获得三个牌子的 而黄金的话 第四个段位是能获得四个牌子的 这样的话牌子的获得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尽量争取能打更高的一个段位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选择黄金1 因为对于很多林克新手玩家来说 打到黄金234是不是那么快的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尽量你要么就打黄金1 要么就打白银4 或者如果你再初期 你就争取打青铜4这样的 能够获得尽多的一个牌子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纯林克玩家不要升级训练场 当然也不要开训练场 你只要留第一个就行了 不要像我这样 然后呢矿前期先不要开 因为矿的回本周期非常长 我不确定你能够撑到回本的那个时间 所以暂时也不要开 然后各种迁到任务 攒起来的碎片呢 等双倍概率进行抽卡 不要随机给抽掉了 基本上林克玩家达到两把或三把 要是打满这个普通噩梦最高宝伤的 伤害要求的话就到了中期了 这个时候再根据卡池 再进行下一步的选择 那么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经常说的几刀噩梦 几刀噩梦 其实刀就是这个钥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网有点卡 今天有点卡 这个钥匙 就是这个钥匙数量就几刀 那么你如果每一个宝箱有相应的 获取的难度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看一下这个 终极的这个宝箱 它最高要求要超过70273k的伤害 才能获得最高的宝箱 那么如果你是三刀 这个终极噩梦的话 也就是说你三把钥匙能够打到 这个超过这个要求 两刀的话就两把钥匙 打超过这个要求 所以这个需要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投入的一个玩家 我把它的设定是在每个月是200RMB左右 也就200人民币左右 这样的话换算成美元 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同样建议你去买一个初始 那么这时候因为你投入相应有提高 所以你初始的话 最好就不要单一的女武神了 这个时候你单一的女武神呢 就可能限制会比较多 你争取能够在这个多买一到两个传说英雄 配合着女武神使用会 对你副本或者其他地方有帮助 那么具体怎么选呢 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相应的视频 看或者你选喜欢的英雄 或者你选更好的 有更好的搭配组合也不错 那么这个方面我主要想强调的是 因为这个玩家 这方面的玩家呢 投入每个月只有200块左右 所以有几个合适的礼包 我是推荐的 第一个是这个每月钻石 肯定是必须要买的 第二个是每天的这个蓝碎 是需要买的 如果你能切换到这个人民币来进行购买的话 会非常划算 如果不行美元的话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突袭卡 这个话你能买的话你就买 如果你自己不能买 这个别人没法替你买 因为这个是和设备账号进行绑定的 安卓我不太清楚 但是苹果是没法别人跟你买的 另外一个是林克 他相比于林克来说 这个其实有一些投入的玩家 他主要的优势是在于 他有更多的充足的钻石和蓝碎 钻石的话可以更多更快 更多的买体力或者是买天赋 这样的能够尽快的提升队伍的强度 蓝碎的话能够有更多的积累起来 在双倍进行抽卡 这样补充自己卡持的能力会得到提高 那么同时这个链度的玩家 他其实他的一个进程和之前第一个 纯林克的这个发展思路是一样的 那么选择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可以参考这个地方 只是你稍微克了一点 你会更快的达到相应的一个进度 能够推进的更快一些 那么同时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你相比纯林克玩家 你可能进度会更快一些 所以争取在能刷龙智序20层的时候 能尽快的刷这个20层 20层对你装备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最低是吊五星的装备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 所以我非常推荐刷20层 同时在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千万千万要记得 同时要打蜘蛛 因为蜘蛛副本的给你的手势 能让你人物 特别是在棋子方面 增加精准度方面 能够很好的缓解你装备带来的压力 如果你的英雄 能够尽快的让它能够配备有一个精准的棋子的话 会非常对你的属性 最后的一个搭配属性来说 会有更好的帮助 同时也会减轻你的这个压力 因为前期来说 对精准会比较的难 如果你有棋子的话 在衣服这个位置上 就可以不选择精准的衣服了 会省出更多的属性来给防御 这样工会boss里增加生存时间 也获得更有帮助一些 那么如果未来出通行证 因为第一季通行证已经过了 下一季通行证 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消息 如果出了的话 建议未来要买通行证 因为通行证是最快最快 能够提升你装备水平的一个有效的条件 因为他给的装备实在是非常多 参考第一季的通行证 基本上你运气不是很差的话 你一个通行证给的装备 能把你工会队伍里所有人的一个装备给配齐了 我觉得这是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意义 特别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那么第三个一个投入水平的一个玩家呢 其实主要是在300到1000左右这样的玩家 这样的玩家 其实每个月他不是充的非常多 但是有一些核算的一些礼包 他是可以买的 这样能很快很快的提高个人的一个练度 那么这样的玩家 其实我这里分为两种一种是比较注重游戏过程的一个玩家 那么这样的玩家是适合你比较想体验这个游戏 他的一个各个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从开始的一个初期发展到中途的一些不断通关 这样的玩家的话 你是可以买 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去某榜买一下初始号的 那么这里边同样是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女武神 女武神的话 他是一个普通阵容打工会的 他是很容易达到两把钥匙 打到普通噩梦难度最高宝箱 也就两刀普通噩梦 然后是四把钥匙打终极噩梦宝箱 也就是说四刀终极噩梦的 这个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条件 因为女武神的盾摆在那 他发展到后期 即使你没有抽到很多豪华卡 最终达到三刀终极噩梦和一刀普通噩梦 是非常容易的 不是非常难 所以说这个阵容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一套阵容能吃两个难度的一个boss 比较节约资源一些 那么这个阵容的普通阵容的好处呢 就是他一套阵容能吃两个难度的boss 也就是说终极噩梦 普通噩梦能同时打到 同时他不在乎你是欧皇或者是飞球 你抽到多少卡或者是抽不到卡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这套普通阵容呢 我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他比较节约资源因为每一天他能获得钥匙是四把 如果你能三刀终极 一刀普通的话 那么基本上能有效的资源你就能够吃掉了 然后他这个阵容的话 你如果用女武神 你尽快就能让 如果你用女武神的话 尽快让自己的队伍在五个工会队伍满六十集 满天赋以后要刷三天的一个十六层 如果你有能力刷二十层就更好 这个是看你的卡池 你的运气而定的 这个是不确定 但最低刷十六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是整理装备 这个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要打蜘蛛 和刚才我说的一样 你要把蜘蛛把主力的手势配齐 然后满升华主力 把它手势装上去 那么蜘蛛过关呢 这我简单的有几个方法 那么这也是综合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阵容来总结出来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皇家四位和冰冷之星的输出流 这样的话最好是有两只 是一个最基础的 当然同时也需要有保护 第二个是毒暴 毒暴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引爆敌人身上毒的伤害的这样一个英雄 比如说泽维亚 比如说艾伦娜这样的传说英雄 再搭配群上毒的最基础的金牛战士 如果高端一点就配拜尔 这样的话打蜘蛛会比较的轻松一些 同时这里面也需要有保护英雄 但如果你有金牛战士的话 可以用金牛战士来进行保护 第三个是燃烧 燃烧的话是比较稳的一个阵容流派 因为它进行全燃烧之后 每个小蜘蛛动一次都会烧到大蜘蛛 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强的保护角色之后 你只需要坐等对面的一个小蜘蛛不断的行动 最后把大蜘蛛烧死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回合大蜘蛛吃小蜘蛛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大蜘蛛的行动条 你需要先让它吃完第一轮蜘蛛之后 再放全燃烧 接下来的体力呢 其实主要是用于挂龙之穴的20层 这样挂一周之后 你的装备基本上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调整 然后再考虑攻克其他的副本 然后之后你再跟着官方的活动走 获取更多的奖励 比如说官方开了某个锦标赛 比如说巨人或者龙或者火急士或者蜘蛛 这样的话你能尽量蹭更多的技能书 或者是有机会的话 争取组内的第一拿一下躁动套装 那么除了女武神这一个方向之外 另外一个是不死流的一个方向 不死流我个人觉得 它打终极噩梦需要的钥匙是比较少的 它是能够达到两刀终极噩梦的这么一个配置 但是我觉得不死流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首先它的一个装备要求比较高 如果你单用两个不死的人物来组建不死流的队伍的话 它的装备要求很高 如果你加上一个末日祭司进行三个人组的话 这样的不死流如果你装备达不到要求的话 很有可能 或者说是你输出没有飞龙这样的强有力输出英雄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三刀才能打得到 所以这个也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个选择的话就比较的省心 因为一旦不死流配型成功的话你只需要注意你的输出 尽可能打多的输出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把不死流放在这个地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选择呢 是因为我觉得每个月投入300到1000的玩家来说 不死流它能够有机会凑齐你的剩余的几个输出的一个阵容 其实就算你抽不到很好的卡 不死流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出的 因为它的一个保证了你50回合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量在那保着 所以你只要搭配一些比较基础的输出英雄也是可以的 但它唯一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装备要求比较高 因为它有速度上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很多新手玩家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要求的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搭配低一点多放一个末日祭司 但这样的话你是很难很难达到两刀的一个终极噩梦 当然如果你装备非常非常好 到了后期你随便拿一些顶级装备来搭两个输出 然后搭配这个阵容你也是可以过的 但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你是没办法在很早期就能够两刀噩梦的 所以它其实和女武神的一个进度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我觉得女武神它能够帮助你在其他副本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通关的体验 同时体验游戏的不同搭配也会更好一些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但是不死留也是你可以作为选择的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是喜欢有基本阵容的一个玩家 我推荐你一定要具有保障的平台购买账号 不要上当受骗 然后不要购买已经绑定了Facebook 或者是苹果账号的游戏账户 再买回来之后要尽快的修改邮箱和密码 如果你不考虑之后进行二次交易的话 建议直接绑定自己的Facebook和谷歌账户增加账号的一个安全性 那么同时在买半成品账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买这种半成品的话 一定要注意你的不死留的阵容是整齐的 不能说缺谁或者是没有谁 那么如果你买女武神或者是拜尔的这样的阵容的话 你也要注意尽可能多一些好卡 比如说飞龙这样的卡 比如说龙龟这样的卡 或者是别的一些输出型的一些卡片 或者是功能型的一些卡片 这样的话能够增加你阵容的一个强度 因为毕竟在后期你的一些同样功能的卡 你能有更高等级的更好的一些卡的话 打出来的伤害会更多一些 也过关也更容易一些 同时也需要考虑因为目前竞技场的奖励有所改变了之后 你看你的这个半成品账号是否有能力 在未来能够冲击一下这个白金竞技场 那么这样的买这些有基本阵容的玩家呢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游戏体验 就是你不需要度过前期的一个比较干的一段时期 那么但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每一个玩家都喜欢这样的用现成的东西 很多人会喜欢体验这个过程 所以才我把这个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注重自己发展过程 一个是喜欢有基本阵容的玩家 那么对于这部分每个月的消费还是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定消费量的一个玩家来说 我有几个礼包是推荐的 第一个同样的是这个每月钻石礼包 第二个是这个每日蓝碎的这个礼包 第三个是这个198的这个每个月会出现一次 好像是六周会出现一次的这个礼包 也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这个随机出现 大概一个月会有一到两次的这个礼包 可以买五个 这个每一个的价格不是很贵 这个礼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这个礼包我非常推荐 同时它竞技场币也会尽快的提高你的一个牌子的数量 提高你大店的一个等级 另外一个相对比较贵 没有必要每次出现都买 但性价比非常不错 这个礼包是对于你缺书 同时又想抽一些虚无卡片的人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礼包 那么还有最近出现的这个就是按日领取的这个纯体力的这个礼包 也是比较不错的呃 带狗粮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这个礼包 那么同时你也是突袭卡也是需要买的 如果你能够买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提高20%的收益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收益 而且你挂机次数的增加也会减少你的一个自己点的一个这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呃辅助的一些别的功能去进行一个呃 带狗粮或者是玩游戏 那个比如说红手指 比如说点击器这些呃 在网上应该你都能收到很多相应的一个教程 好了 这就这一期关于新手相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基本的和大家的分享 视频内容比较长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所在的一个区间来进行观看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呃更上一步就投入更多一步的玩家来说 你呃需要做的就是更多的无非就更多的抽卡用更好的阵容来进行一个呃搭配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比较详细的一个建议的话 我觉得你基本上很多玩家可以跳过的 因为你有很多好卡 然后抽了很多之后 你可以通过不断的用好卡来度过副本 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攻略 所以我没有做呃每个月投入非常多的一些玩家的一个攻略 那么希望前边我分的这三个部分呢 能够给呃新入坑或者是打算入坑的玩家一个参考 那么也希望尽量少走弯路 能够尽量的享受这个游戏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选择来玩这款游戏 肯定是想体验他游戏里的每一个方面的 好了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我的订阅数马上就过签了 也非常感谢之前呃订阅的小伙伴们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更多的一个关于突袭的一个内容 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